你知道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动物是什么吗? 你见过一滴毒液,就足以毒死几十头大象的动物吗? 一提起剧毒动物,相信多数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毒蛇, 蜘蛛这种标志性毒物,但实际上除了这些, 世界上还有很多种我们从未见过, 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剧毒生物, 它们的体型不大,游走在各种隐秘的角落, 如果一不小心被这些毒物伤到, 极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威胁, 今天这期视频研究院找出了, 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十种动物,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剧毒生物, 大家好,这里是研究院,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以免错过精彩内容, 陶石,玉螺, 玉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寄心螺, 这是一种主要生活在, 热带海域的一种螺类, 这种海螺的主要特征, 就是外表看上去很像鸡的心脏, 或者芋头, 玉螺的种类繁多, 在全世界有多达五百多种不同种类的玉螺, 不同种类的玉螺有不同的色彩和花纹, 非常漂亮, 是贝壳收藏爱好者喜欢的收藏对象, 这个家伙看上去貌似人畜无害,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杀人于无形的剧毒生物, 在玉螺的尖端部分, 长有一颗细小的毒刺, 这根毒刺可以相摆喷射毒液, 这种毒液被称为玉螺毒素, 体型越大的玉螺毒性也就越强, 除了玉螺毒素, 其中一些玉螺含鞋带有河豚毒素, 非常致命, 以致玉螺所产生的毒液, 就足以杀死十个成年人, 更恐怖的是, 如果被这个家伙的毒刺刺伤, 第一时间我们并不会感到疼痛, 因为在玉螺的毒素中, 携带有一种阻断神经系统传递信息的化合物, 这种化合物会麻痹我们的神经, 导致我们在中毒后, 无法第一时间向外传递信息, 是最可怕的一点, 因为被它刺伤后, 由于玉螺毒素中含有阵痛成分, 导致受害者即便在死亡之前, 也不会感到特别痛苦, 会使中毒者非常平静地丧命, 非常可怕, TOP9 毒油 毒油也被称为食鱼, 这种鱼主要都分布鱼, 印度洋至太平洋地区, 它是一种底气鱼类, 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热带海岸的海底或岩礁下, 毒油的外星奇特, 看上去就像是海底的一块石头, 并不起眼, 它们借助自己独特的外星, 经常会将自己伪装成海底的一块石头, 爬在海底一动不动, 这个家伙虽然不会主动袭击我们, 但如果一个不小心踩到这种毒油, 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威胁, 毒液的背弃上涨有多达, 十几根尖锐的毒刺, 这些毒刺的尖锐程度足以穿透我们的鞋底, 并且刺入脚掌, 当它们感觉受到威胁时, 背上的毒刺就会树立起来, 并向外食放出致命的毒液, 这种毒液, 对心血管和神经肌肉系统有影响, 一旦被它刺伤会感觉到极度疼痛, 这种疼痛并不是一般的疼痛, 毫不夸张地说是可以致命的疼痛, 除了疼痛, 随即而来的就是恶心, 呕吐, 呼吸停止等等一系列致命症状, 非常可怕, TALK 8 金色剑毒蛙 金色剑毒蛙也叫金剑蛙, 这是一种分布于哥伦比亚, 热带雨林的一种特有的剑毒蛙, 这种金色剑毒蛙的体型很小, 成年后的金剑蛙体重也就在30克左右, 身长大约在5厘米左右, 尽管体型不大, 但这个小家伙, 可能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脊椎动物, 在所有的剑毒蛙中, 这种金色的剑毒蛙是毒性最强的, 它的毒性要比普通的剑毒蛙强20倍, 在金剑蛙的皮肤腺体中, 会向外分泌出一种致命的, 生物碱蝙蝠于毒素, 这种毒素主要都存在于它们的皮肤上, 触碰就有可能中毒, 甚至死亡, 一只成年的金剑蛙, 身上所携带的毒副鱼为2毫克左右, 这听起来可能并没有多可怕, 但就是这2毫克的毒液, 就足以杀死上万只, 老鼠或者两头非洲象, 如果换作人类, 仅需0.2毫克的金剑蛙毒素就足以致死, 非常的可怕, 在野外成年的金剑蛙可能没有天敌, 因为它的毒性过于强烈, 以至于几乎没有动物敢捕食的它们, 但即便是这样, 它们的数量也到了濒临灭绝的状态,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栖息地遭到破坏, 才导致非常稀缺, Top 7, 以色列金蝎, 它是地球上人类已知毒性最强的蝎子, 以色列金蝎也叫巴勒斯坦毒蝎, 这种蝎子多数都分布于北非到中东地区, 主要都生活在以色列和远东的一些干旱, 沙漠以及灌木丛地区, 以色列金蝎的体长可达5厘米, 整体呈黄褐色, 看上去与普通的蝎子无异,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家伙, 依然能够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你知道吗, 以色列金蝎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的神经毒素混合物, 被它折到会非常的痛苦, 虽然它的毒液的伎俩并不会轻易杀死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类, 但如果换作是儿童或者老人, 以及身体较弱的人仍有致命的危险, 这种蝎子最致命的地方就在于它凶猛的性格, 你知道吗, 这家伙的体型虽然不大却极具侵略性, 一旦有人打扰到以色列金蝎, 他们就会将毒刺举起来, 然后不断地向敌人发起攻击, 每折一次就会向外室放出的毒液, 如果连续被它折伤多次, 也会有致命的危险, 非常可怕, 再有就是他们的毒刺, 这种蝎子的毒牙强大到足矣, 穿透人类的指甲, 一旦被它折伤轻者抽出瘫痪, 重者心跳停止, 甚至呼吸衰竭非常可怕, Top 6 悉尼漏斗网蜘蛛 它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蜘蛛, 悉尼漏斗网蜘蛛, 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部的一种大型蜘蛛, 这种蜘蛛的体长可达5厘米以上, 一条腿的长度可以达到6厘米以上, 相比其他蜘蛛, 这个家伙的体型已经算很大了, 这种蜘蛛主要都分布在悉尼附近, 通常都活动在一些潮湿的环境里, 在解毒际没有研制出前, 这种蜘蛛曾一度是当地人的噩梦, 因为这个家伙不但毒性极强, 而且他们的心情也极其凶猛, 当遇到威胁时, 他们并不会像其他的蜘蛛那样转身逃跑, 一旦遇到威胁, 这个家伙会变得极具攻击性, 在发起攻击时, 他还会跳跃起来, 利用毒牙死死地咬住敌人, 并且一次性向外注入体内所有的毒液, 而且还会接二连三地反复对敌人发起攻击, 被这个家伙剿伤后, 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最快仅需十五分钟, 就可以使一个成年人类窒息而亡, 再有就是悉尼漏斗网制作的毒液, 对灵长类动物特别有效, 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毒液放到灵长类动物的身上, 毒性会变得极强, 然而其他的哺乳动物对这种毒液则有一定的抵抗力, 也就是说他们对人类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河豚的身体短而肥厚, 许多种类的河豚的内部器官含有一种能治人死命的神经性毒素, 它的毒性相当于剧毒药品秦华纳的1250倍, 只需要0.48毫克就能治人死命, 其实河豚的肉中并不含毒素, 河豚最毒的部分是卵巢肝脏, 其次是肾脏,血液, 眼,腮和皮肤, 河豚毒性的大小,与它的生殖周期也有关系, 晚春初夏怀卵的河豚毒性最大, 河豚毒素能使人神经麻痹, 呕吐,四肢发冷, 进而心跳和呼吸停止, 国内外都有吃河豚丧命的报道, 虽然河豚有着剧毒, 但是河豚的味道十分鲜美, 所以还是有众多贪食的人拼死吃河豚, 世界上最盛行吃河豚的国家是日本, 日本的各大城市都有河豚饭店, 厨师要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 毕业考试时, 厨师要吃下自己烹饪的河豚, 如果大家想吃河豚的话, 一定要吃专业厨师做的河豚, 这样才能避免危险, TOP4, 蓝环章鱼, 这是一种体型不大, 却是人类已知, 毒性最猛烈的有毒动物之一, 蓝环章鱼是一种小型章鱼, 它的体长也就在15厘米左右, 多数都分布于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太平洋, 海域的珊瑚礁中, 这个小家伙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身上蓝色的环, 看上去非常漂亮且鲜艳, 很多人都知道, 颜色越是鲜艳的动物, 越有可能携带剧毒, 蓝环章鱼也不例外, 这个家伙虽然体型不大, 但对于人类来说, 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 且致命的剧毒生物, 蓝环章鱼所产生的毒液类, 还有河豚毒素以及多种剧毒成分, 它们的嘴巴虽然不大, 但却可以轻易地咬穿潜水员的潜水衣, 被这个小家伙咬到后, 最快仅需短短的几分钟内, 就会导致死亡, 最可怕的一点就在于, 至今为止, 对抗蓝环章鱼毒素的解毒剂, 仍没有被研制出来, 也就是说, 一旦被它咬伤, 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接受有效的治疗, 基本上是必死无疑, 不过庆幸的是, 它们并不会像其他的劣食性鱼类那样, 主动攻击人类, 一般情况下, 蓝环章鱼并不会主动向人类发起攻击, 除非当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很大的威胁时, 才会进行反击, 当然一旦被它咬到, 中毒的过程也是非常恐怖的, 要知道蓝环章鱼所携带的河豚毒素, 会导致人体严重瘫痪, 中毒后, 会使人在大脑保持清醒的状态下, 身体却无法移动, 甚至不能向外界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整个过程会随着毒素的蔓延, 直到呼吸停止, 然后死亡, 非常恐怖。 TOP3 内陆泰潘蛇 它是世界上人类已知, 毒性最强的陆七蛇种, 内陆泰潘蛇也被称为沙漠猛蛇, 单听它这个名字, 就足以彰显出这种蛇的可怕程度, 这种蛇主要都分布在澳大利亚, 中东部的半干旱地区, 成蛇的体长可达两米, 身体颜色多数都为深宗褐色, 它们通常都喜欢栖身于一些洞穴, 或者食缝中, 主要以一些鼠类, 蛙类, 以及其他的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为食, 它之所以被认为是, 陆地上毒性最强的动物, 主要就是出于这种蛇的毒液致死量, 这个家伙一次性向外输出的毒液, 就足以杀死20万只老鼠, 如果换成人类, 仅需一口的杀伤力, 就足以杀死至少100个成年人类, 非常可怕, 这个家伙不但毒性极强, 它还是一种攻击速度非常快的蛇, 内鲁泰潘蛇在发起攻击时, 会将前半身树立起来, 然后利用极快的速度向对方发起攻击, 这种速度快到我们用肉眼, 几乎都无法看见, 并且在发起攻击的时候, 它们往往都是一次性发起多次的攻击, 接连向对方的体内注入大量的致命毒液, 其一次向外排出的毒液, 就能够在24小时之内, 毒死大约20吨的猎物, 它们以此的排毒量,最多就可以高达上百毫克, 然而杀死两名成年人类, 仅仅需要一毫克毒液, 更可怕的是被它咬到后, 短时间被身体就会瘫痪, 导致无法正常移动, 并且它的毒素中含有一种加速血液凝固的物质, 如果血液凝固, 即便是到了医院, 也无法将氧气或者其他有机物输送进身体的各个部位, 只能等待死亡, 通常被它咬到后, 仅需15至30分钟就会因呼吸衰竭而丧命, 非常可怕。 Top 2 埃及特林海蛇 埃及特林海蛇主要分布在热带海域, 经过研究多分布在澳大利亚海域, 也是一种国人不熟悉的蛇类, 这种海蛇的外表长出一圈圈的黑色条纹, 像是被许多圆环给套住, 因此它也被人们称为青环海蛇, 虽然它名声不大, 但是了解它的人就知道它是多么毒, 在世界史大毒王榜单中, 第一名是乡水母, 第二名便是埃及特林海蛇, 可见它比内陆泰潘蛇的毒性还要强, 在埃及特林海蛇分布的几处澳大利亚海域, 就曾经发生过多起游客被咬事件, 几乎没有受害者活了下来, 如果被它咬一口, 十分钟被就会死亡, 埃及特林海蛇与内陆泰潘蛇并列位, 世上最毒的毒蛇, 它的毒液是眼睛王蛇的二十倍, 其一次排除的毒液能在二十四小时内, 毒死二十五万只小白鼠, 海蛇之所以能迅速解决对手, 是因为其毒液作用于神经, 猎物中毒之后, 肌肉迅速麻痹呼吸衰竭, 心脏停止跳动最终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埃及特林海蛇十分剧毒, 但科学家依然在它身上发现了, 不少有经济价值的地方, 例如可采集它的蛇毒来制作蛇毒血清, 不仅如此, 曾有科学研究发现, 埃及特林海蛇的蛇毒, 由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化学成分组成, 其中有不少成分, 可帮助科研人员研发抗蛇毒特效药, 用以治疗风湿, 做骨神经痛等疾病, 它是地球上人类已知, 对人类毒性最强的生物, 香型水母也叫海黄蜂, 这种生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东北沿海水域, 经常漂浮在昆士兰海岸的潜水区, 由于其外形特别像一个箱子, 所以被称为香型水母, 这种水母的身上长有六十多条触须, 触须的长度可达三米, 这些触须就是这种香型水母最致命的武器, 在它的每一根触须上都布满了带有毒液的刺细胞, 每一个刺细胞上都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毒针, 这些毒针的毒性极大, 毒液中包含有一种非常有效的神经毒素, 稍微碰一下就会被这些毒刺伤到, 一旦中毒, 最端仅需要三十秒, 就可以让中毒者一命呜呼, 据说被这种香型水母折到的人, 只有在被折后的短短几分钟内, 找到解药才有可能挽回一命, 不过超时基本上是必死无疑, 绝大多数被这种剧毒水母折到的人, 基本上是毫无生涯的可能在澳大利亚, 二十五年中死于香型水母, 毒素下的人约有六十人, 而死于鲨鱼嘴下的人仅有十三人, 由此可见这个家伙的危险性有多大, 香型水母最致命的一点, 除了携带剧毒, 再有就是他们的身体呈透明状, 游动在水中很难被人发现, 再加上一旦中毒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相当危险。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